国道一号高雄段南下车潮 但忽然一个巨大轮胎从对象喷飞而来 内侧车道小客车直接被砸中 轮胎并未停下继续往前弹跳 右方小客车和内侧车道计程车连忙煞车闪避 直到撞上大货车车头反弹慢慢滚回内侧车道 遭砸中的小客车被砸出一个V字形 前挡玻璃全破裂 除了50岁郭县驾驶受轻伤之外 副驾驶47岁曾姓妻子当场死亡 右后座17岁大女儿头颅骨折 左后座16岁小女儿也受伤 两人被送往医院急救 有颅骨骨折的现象 那脸部呢 有多处的这个撕裂伤跟擦伤 而同样被轮胎击中的大货车驾驶 子无大爱 但好端端的开在国道上轮胎是从何而来 一部北向或会议车 右后板架第一座轮胎突然脱落 弹到南下 重视的就是这辆一颖车 综继掉落两颗轮胎 一颗留在北上车道 另一颗则弹飞到南下车道酿货 防线驾驶没有酒驾 他对警方表示 行驶中未发现轮胎脱落 经由旁人通知他才将车子停靠路边 这惊险30秒造成一死两伤 至少25辆车躲过一劫 地方中心高雄报道